这个地方要建立信心 我们对阿弥陀佛有没有信心 就在这看 对极乐世界有没有信心 也就从这看 对自己能不能往生进途 信心也从这里看 我去研一些同学 我告诉他 我这一生是怎么过的 一生没有负面的想法 毁谤我的人 我尊敬他 障碍我的人 陷害我的人 我统统尊敬他 夏连居老巨师说过两句话 他说病久 方知身是苦 久病才知道 身苦 魔多 凡是道心坚固 道心坚固 毁谤的 障碍的 陷害的 那是魔 魔多了 道心坚固 是如如如不动 我才感谢他了 他坚固 我的道心 所以我感恩 我们有怨恨 我没有怨恨 思想只要是正面的 就好 那 外头就能随便 原因有很多是负面的 但是不太爱思还可以 都可以随便 真正爱思 那我们就回避 不要跟他斗争 我们学忍让 让步 躲避 也就是 绝不给别人起冲突 内里面没有怨恨 外面没有冲突 活目相处 大臣经里的佛书 菩萨所在之处 令一切众生 生欢喜心 魔不愿意见我们 我们回避一下 看他来了 躲过去 好啊 不能发生冲突 我们身心永远保持健康 所以身如果染病了 非修神道 这是长道 妨碍你修行 念佛 是所有法门里头 最出胜的 生病了 真的 其他的修行方法 都没办法 念佛可以 口不能念 很能听 放佛号 听佛号 只有这一门能不断 睁开眼睛 看佛像 随身病 躺在床上 佛像挂在他脚头 让他睁开眼睛 就能看到佛像 能听到佛的声音 阿弥陀佛的佛号声音 看到佛像 好啊 提起自己正念 不要让他胡思乱想 真正治病 那就是群心群力 观佛念佛 没有任何妄念 不要想自己的身 也不要想自己的病 直想佛像 直念佛号 没有杂念 没有妄想 他的病很快就好了 为什么呢 静随心转吗 身体得病 是负面 思想造成的果报 现在 我从根上把它转变 负面的思想 完全清除掉 通通放下 保持一个佛念 别的善念也都不要想 善行善事 随缘 有人做 我们随喜 我们做的呢 就是念佛 正修 是念佛 祝修 还是念佛 是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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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绍